当你注册成为选民了之后 就这些事情你全部都搞定了之后 那么在初选的这个过程中 你要怎么投票 你到底如何选择 你要投给谁 还有在没拿到选票之前 你怎么知道你这次投票 到底要投给哪些人 要投给哪些职位 如何来预览自己的选票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 从基督徒的角度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说为什么我们要 支持生命权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保守派的群体里面 保守派这个群体里面 还是有人讲到说这个堕胎 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女性的自由 就说基督徒疯了 一直去反对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非基督徒来讲 如果讲这个事情 有太多角度的理由 也可以说得通 第一 什么 就是这些泰尔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美国人 我们不能够找一个理由 找一个借口 说一个漂亮的名字 这个一直都是共产主义 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把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事情 给包装成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事情 说一些 对 自由 他按一个好词 这个词是非常积极 非常正面的 就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太棒了 这个也是民主党人一直在走的路线 包括他们所有立的法案 你会看到他们名字都起得非常漂亮 其实里面内容是非常邪恶 非常不堪的 那当然这个堕胎的事情 同样 他们杀的就是美国人 如果我们都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的话 他们杀害的就是美国人 你怎么样能够光明正大的去杀害和我们一样的人呢 怎么样的 你就把这个东西讲的好听一点就好了 你就忽悠起来一群人让这一群人都去捍卫这个事情就好了 对吧 他就忽悠起来 女人说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自由 这个是我们的权利 其实他们是将人的生命非人化 因为他们现在所有在argue 就是在吵的这个点都说 他们不是人 可是你怎么能够说 一个人他不是人 这个说实话 每个人心里面都非常清楚 胎儿到底是不是人 胎儿就是人 大家都知道 左派也知道 但是他们就是要将人的生命非人化 而且用这种方式去将杀人合法化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合理合法的通过法律正当的手段 还有途径去杀死某一批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允许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 下批被杀死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呢 如果他要是哪天 你会觉得说很莫名其妙对不对 但是你想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莫名其妙 男人跟女人的定义他们都可以改变 他只要忽悠你 他只要用这种东西去洗你的脑 很多人就会上当了 你说如果要是有一天 他就说 华人这个群体其实是非常邪恶的 华人这个群体他们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们抢掉我们孩子的机会 他们怎么样 其实他们这个种族是非常非常邪恶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反对奴隶制度的话 那你一定要反对堕胎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比奴隶更加的残忍 这个是对无辜的人合理的合法的虐杀 那还有呢 就是社会风气会不断的堕落嘛 我们大家都看到社会已经很糟糕 这个堕胎这个事 就是让男人不要对家庭负责任 而且女人不去珍视自己的价值 还有就是一个最简单 大家都知道 就后代无法延续嘛 你把所有人都变成同性恋 所有人都去变性人 对不对 男的找男的 女的找女的 然后或者是他把自己的生殖器官都切掉 然后美国人被合理合法的杀死 这些胎儿 你想想看 后代也无法延续嘛 那之后人类的文明要往哪里走啊 没有人了嘛 大家全都去这样做的话 好 所以其实不管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或者是非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是非常邪恶的事情 而且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我们的代表 去反对这些事情 那好 那接下来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选的这样一个代表 他们是必须要维护法律的 他们是要促进法治的 他们是要保证社区安全的 我们不能选一个人说 哎呀 这个你看罪犯是吧 罪犯在这个牢里面会得那个新冠肺炎 好可怕哦 所以我们赶快把他们都放出来 让他们到大街上跑一跑 对不对 跑到一个新鲜呼吸空气的地方 这样他们就不会 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就有保证了 他们就不会得新冠肺炎了 所以我们就把罪犯全部都放出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支持我们的社区安全 这个他才能够代表我们的心意嘛 没有人希望住在一个不安全的社区里 哪怕左派的人 他们也希望住在安全的社区里面 只要是个人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生活 好的环境去居住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 他是维护法治维护治安 而且他是必须要支持社区安全的 还有一点就是教育权 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支持父母的教育权 而不是政府的教育权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讲了非常非常多次了 政府就是要来洗脑的 OK 教育跟洗脑 这两个字基本上是同一词 只是一个我们用来形容比较好的东西 一个我们用来形容比较坏的东西 我们要反对政府制定的这些洗脑的文化 这些LGBTQ 性化儿童的这些课程 然后反对CRT Critical Race Theory 这些种族歧视的教育课程 而且我们要反对现在所谓的 DEI 多元 平等 包容 这些我们听的都听烂了 然后还是他们每一天都可以找到 更多受害者的一个思想在那个地方 然后教育是要支持 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成功 而非政府通过不公益的手段 使别人得到同样的 使所有的人得到同样的结果 就是大部分就是在种族情况上面看到 像什么黑人的这个人数 在大学的比例 华人的人数在大学的比例 最近出来这个United Airlines的这个事件 就是飞机的门突然就是 砰打开 然后手机掉下 飞到一半 然后手机掉出去 为什么 Elon Musk就说这是因为DEI 因为他们用肤色来去断定说 有多少的人应该要在这个机舱里面 当飞行员 所以说他们就hide了一堆黑人 然后一堆墨西哥人 不是他们找这个飞行员 不是他飞了多少个小时 他成功的Land几次 他有多么成功 而是他是不是黑人 他是不是少数主义 所以有这个事情发生 是因为操作失误 然后就是不专业的操作 所以 不只是不专业的操作 他不只是那个cockpit里面 那个驾驶舱里面 他是包括地勤人员 还有安检人员 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 只要是那一间公司里面的 他就是要开始堆一堆 也就是说这些人 其实是业务并不是那么合格的 但是只是因为他们的肤色 所以他们得到了 这些关乎人命安危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么可怕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真的要重新掌握我们的教育 因为各位在美国读书的 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教育 这几年改得非常非常的多 我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美国了 美国已经不是 不会打小孩 然后很多元 然后很包容 然后每一个小孩都有机会 然后呢 每一个小孩可以在学校里面 找到自己方向的一个学校环境了 而变成是一个 天天在洗脑小孩 你要去变性 你可能是个变性人 然后你被打压了 然后你要起来当革命知识 推翻传统的婚姻 传统这些东西 反正我们要选的候选人 一定是要支持 父母亲自教育小孩的 我们一定要支持 就是他会让父母 有父母教育孩子的自由 而不是说 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没有任何的说法 加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Gavin Newsom可以去告 Chino的校董会 然后可以去告Termacula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说 父母不应该在 小孩教育上面有任何的说法 你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信仰传承 你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文化传承 你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家庭架构 在这个地方 小孩就是应该听政府的 就是应该听学校的 就是应该听老师的 这样子绝对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不是我们要的家庭 不是我们要的政府 所以说投票的时候 千万不能投给支持 那个样子的法案的共和党人 还是民主党人 我们是要支持 父母掌控教育权的候选人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